她这一巴掌 把隔壁老板娘的手都打红了 那老板娘说不过许念念 就要过来打她 我挠死你个贱蹄子 老板娘见不得许念念 顶着这样一张让人嫉妒的面孔 一出手就想抓花许念念的脸 眼里的恶毒都快溢出眼眶了 自从静怡教了许念念防身术之后 许念念每天无论多忙 都会和许志强一起锻炼 又岂是这老板娘能随便欺负的 看她恶毒地想抓她的脸 许念念闪避开的同时 不客气地推了她一把 只把她推倒在地 那老板娘铁了心 想着要跟许念念作对 作绍撒泼纠缠许念念 许念念在她开始撒泼之前便道 你要是还想在南城县生活下去 最好收起你那些歪心思 不然我可不会手软 许念念这句威胁的话 没有说得很大声 刻意伏低身体 靠近地上的老板娘 冰冷的话语 刺得人心底打颤 那老板娘本想继续撒泼 突然被吓得一个哆嗦 许念念沟纯浅笑 凑近老板娘 在耳边低语道 你得知道 这世上什么人能得罪 什么人不能得罪 把我惹急眼了 大不了不开店 我让你一家吃不了兜着走 别怀疑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 你不信 大可以试试看 话落 许念念也不继续跟她纠缠了 点到极致 起身 就要往自家店铺走去 那老板娘这才回过神 想到许念念威胁她的话 顿时吓得一个哆嗦 是啊 她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呀 之前一直在许念念家店铺里 帮忙的那个男人 听好些客人说 好像是哪里的大官 老板娘也不是处心积虑 只想干坏事的蠢货 之所以会找人诬陷许念念家 卖的东西不干净 那是因为生意被抢了大半 不甘心造成的 被许念念反手报复回来 她怒极了才想收拾她 给她点颜色看看 经过许念念的提醒 她才后知后觉发现 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群体 许念念要是好欺负 许念念可能 真会不依不饶地 继续跟她作对 可偏偏 许念念不好欺负 不仅不好欺负 还是个硬茬子 老板娘顿时不敢继续招惹了 善善地爬起来 跑回自家店铺 打算关门 以后换个地方 开店做生意 死磕着 对她准没好处 店铺里 那个黑兽的男人 是老板娘的男人 就这么看着老板娘 被许念念推到地上 都没想过上前帮忙 只能说呀 恶人自有恶人魔 另外一边 许念念和隔壁老板娘的争端 被孙强夫妇看在眼里 两人对视一眼 孙强的老婆 看出许念念不是好欺负的对象 自然 她也没想欺负人 只是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也怕招惹上 裹脚难缠的人 就算想赚钱 也不愿意惹麻烦事 所以犹豫了一瞬 杨翠花正打算 帮孙强夫妇 去找自个儿闺女呢 没想到 闺女自己来了 而且 还和隔壁的恶婆娘闹起来 杨翠花没上前帮忙 却紧紧地盯着那恶婆娘 随时注意她的动向 要是对方感动 她家宝贝疙瘩一下 她立马能冲出去打人 见许念念能自己解决 她也就没上去废事 想起孙强夫妇的话 杨翠花道 念宝啊 那两个人找你有事 说要谈什么合作 你去看看 说吧 杨翠花指着孙强夫妇 许念念顺着看过去 动作自然地 俯下杨翠花指着别人的手 看向两人 这是一对中年夫妻 男人许念念认识 之前来店里吃东西 那个中年优质大叔 他今天还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喜欢用身黑色西装 是人启 见许事